大家好,美国国务院已经准备向乌克兰提供独次防空导弹系统 美国国务院对可能向乌克兰交付独次便携式导弹系统发表评论 1月8号周六,国务院新闻服务部与媒体代表简报表示 尽管美国政府提出了向乌克兰提供独次便携式导弹系统的话题 但对于将这些综合体,便携导弹转移到乌克兰的机制 目前没有具体答案 现在这个事情和美俄之间10号准备开始的乌克兰问题 也就是北约东扩问题 俄罗斯的副外长谢尔盖·李亚波科夫 在日内瓦与美国第一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举行了会谈 会后,李亚波科夫表示,美俄安全保障的问题初步谈判,令人惊叹 李亚波科夫表示,谈话虽然艰难,但务实 我们深入讨论了面临的事情 我认为明天我们不会浪费时间 我从来不失乐观,一直保持乐观 李亚波科夫与谢尔曼进行了晚餐会晤 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就安全保障问题,主要讨论将于周一举行 李亚波科夫此前表示,莫斯科在谈判中不会屈从于华盛顿的压力 完全排除了让步的可能 李亚波科夫表示,俄罗斯代表团不是来伸手求施舍的 而是带着明确的任务 而这个任务必须要按照俄罗斯的条件来解决 美国和北约推行的单边做法不能成为安全保障对话的基础 但他也表示达成协议的机会一直存在 日内瓦谈判以后,俄罗斯北约理事会会议将于1月12号在布鲁塞尔举行 之后,欧洲安全组织平台将在维远纳与俄罗斯组织磋商 大家知道,莫斯科于12月17号公布了 分别与美国和北约、程阳国达成协议的草案 其中包括相互保障欧洲安全 不在相互可及范围内部署中程弹道导弹 北约放弃进一步东扩 包括借助前苏联加盟国国东扩等条约 文件已交给华盛顿及其盟友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如果没有回应,可能发生新伦对抗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此前强调 北约进一步东扩以及在乌克兰和其他俄罗斯邻国部署 进攻性武器是莫斯科的红线 美国国庆布林肯也表示 美俄代表团在即将的日内瓦会谈中 可能讨论莫斯科有关北约扩张的担忧 他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 我们将有机会通过对话和外交渠道看到 我们是否能解决俄罗斯有关北约合法的关切 还有其他国家大量有关俄罗斯在欧洲行为的担忧 他还强调美国认为通过外交和对话的方式对俄罗斯最科学 但是如果俄罗斯对抗将采取解决措施 布林肯表示我们致力于对话和外交 以便看到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此为更优先的方案 与此同时如果俄罗斯选择对抗和侵略 我们将对俄罗斯采取坚决措施 那从现在情况来看呢 哈萨克兰这次事情 大家可以看俄军已经进入哈萨 那哈萨也是前苏联的这个加盟共和国 那么俄罗斯重新回到前苏联加盟国 有意恢复自己在当年苏联的一些地缘政治上的影响 那乌克兰也是苏联加盟共和国 那现在俄军可以进入哈萨 你可以想象为什么俄军未来不会进入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通过哈克兰这个事情 乌克兰现在非常紧张 那你看啊俄军重返哈克兰 就是非常明确的向西方 向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我俄罗斯又回来了 你如果东扩 你如果再挤压我的战略空间 那我就会出兵 俄罗斯释放了一个强烈信号 但看美国啊 我觉得美国呢也不会示弱 所以在乌克兰方向 部署这个包括标枪啊毒刺 其实也是在向俄罗斯释放一个信号 但是我觉得俄罗斯的像普京啊 他已经无路可退了 所以呢未来呢 俄罗斯的针对乌克兰方向啊 他一定是准备好出兵的 就是进攻 所以现在看呢 如果和美国在安全对话上不能谈拢 俄罗斯一定会进攻乌克兰 我告诉大家 你从哈斯坦这个事情上啊 这么果断 直接出兵 这么迅速的出兵 你要记住啊 这些出兵绝对不是啊临时性的 早就准备好了 一天之间就出兵 这些兵一天之前准备的吗 一个月以前就准备好了 我告诉大家早就准备好了 那你再想一想 现在乌克兰边境这几十万 这十几万士兵 那也就是早就准备好了吗 直接你乌克兰 不就早就准备好了吗 所以现在我告诉大家 普京啊 还没有下令 但是普京心里边已经想清楚了 如果你不接受我俄罗斯啊 任何的 我任何的建议 不跟我签这个协议 那我就是出兵 义无反顾的出兵 你就算你经济制裁 我国也要出兵 这就是俄罗斯 我告诉大家已经非常明确了 大家反观西方啊 你再看看拜登 你看看布林肯 他除了嘴上非常强硬 他有什么实际行动没有 他没有啊 北约 欧洲 美国 有什么实际行动吗 他有军事准备吗 他有军事进入乌克兰的准备吗 军人准备好跟俄军开战吗 没有啊 甚至他明确的说 我不打算在乌克兰 有长期驻军 不打算和俄罗斯开战 那你看就明确给俄罗斯一个信号啊 我们就是要放弃乌克兰 乌克兰给你 给你一半 你拿走 咱们两个在乌克兰 把它肢解掉以后 达成一个平衡 就像当年德国和苏联 肢解波兰一样 乌克兰就被肢解掉了 这就是美国 这就是你们自由世界的老大 最后就是放弃啊 所以普京看到了拜登现在最大的问题 他要对付中国 他得省下力气对付中国 所以他不希望在欧洲跟普京大打出手 这逻辑就通了 所以你看俄罗斯正是利用中美竞争 俄罗斯恢复了前苏联的地位 你想想当年苏联一解体 俄军再进入中央没有啊 那拜克努尔航天中心 俄军想回来 费劳劲了 现在呢 大摇大摆你就回来了 就进驻你了 乌克兰 乌克兰现在下一次俄军直接就进来了 恢复苏联的这个空间了 甚至恢复苏联了 为什么 就是中美竞争吗 美国得省下力气对付中国呀 那美国现在的问题来了 到底中国重要还是欧洲重要啊 大家未来可以看美国的选择 如果美国放弃了欧洲对付中国 那美国一定是认准了中国将超越自己 那美国放弃欧洲 美国放弃欧洲 把重要的精力放在中国这边 那么俄罗斯将在欧洲做大 美国将失去欧洲的朋友 因为他放弃欧洲了 美国会失分 但是美国把精力放在中国这边 他要保证跟中国的竞争 那如果美国呢 没有放弃 把重要的精力放回到欧洲 和普京之间进行这个角力 对抗 把欧洲稳定住了 那么就给中国 扩展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 特别在第一岛链 这个扩张提供了机会 这就是我说的武统的窗口 现在美国很难在欧亚大陆两端同时发生两场战争 所以你看现在美国最难的地方就是 他已经不是霸权了 他什么超级大国 他现在这个GDP 不再是当年了 一个国家顶上全世界 不是那样的 像中国已经完全可以 甚至有取代美国这个迹象了 已经GDP可以达到美国70%了 你想想 美国的实力在下降 现在美国的难处就是 他摊子扑太大 扩张 但是现在实力又下降 他想稳住整个世界 又稳定不住 你看他从中东 从阿富汗也撤军 他已经没有之前那个能力了 90年代 他出兵中东地区 出兵伊拉克 阿富汗 全世界 也都支持他 也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 他实力在那 他能稳定住大局 包括在东亚地区 他有军事存在 在印度洋南海 他也有军事存在 对吧 99年 南海撞击 中国飞行员不也追海了吗 那个时候他多 他实力多强大 99年在巴尔干 轰炸南联盟 你看看 他到处打仗 全世界都 你可以说美国 他这个霸权扩张到全世界 你再看看现在 欧洲方向 东亚方向 他已经控制不住了 他这个实力 就是在下降 整体实力在下降 所以现在美国只能选择一点 要么是跟中国在东亚地区 要么在欧洲方向 所以普京就看着一点 那我就进攻 我就向前扩张我 中国现在不也是吗 你看香港也收回了 为什么收回香港 为什么97年以后都不收回 为什么现在收回 美国下降了 实力 西方在衰落 你摔落了 我就往前 你这个空间 我来占 你要看懂 整个大的局势 你们台湾人也就想一想 下一个香港玩 不就是台湾吗 西方在后撤 那么中国就来填补 我们已经在下降